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选择按钮可以查看当前的日期 时间 特别是上面还分别记录着正向电量 反向电量等多种数据 那么这家的用电情况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走进这户人家 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这家的主人却告诉我们说 在住进新居的整整一年时间里 他们可还从来没有交过电费呢 难道他们家用电不花钱吗 原来秘密就藏在屋顶上 只要仔细辨别就可以发现 别人家屋顶上的瓦都是一样的 而这家的屋顶上却有一小片的瓦与周围的不同 这就是会发电的瓦片 只要太阳照射到屋顶上 这瓦片就开始发电了 而按在家里的那块特殊的电表 不仅可以记录家里使用的电量 同时也会记录下瓦片发电的电量 国家根据电表记录的数据 在收取电费时 会从这家使用的电量中 扣除他们发出的电量后 只收取多出的那部分 如果发出的电量多于使用的电量 他们或许还可以得到一些补助 小小的瓦片既减少了家庭的开支 又节省了能源 但它的研制过程却并不简单 侯生月就是这瓦片的发明人 出生在浙江的他 从小就对瓦有着特殊的感情 不过 在他最初的职业生涯中 其实与瓦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我最早是做光复工程的 比如说光复应用产品 比如说太阳能路灯 太阳能路灯就是通过太阳能板 将太阳的光能转化成用于灯泡照明的电能的一种路灯 由于它省去了铺设电缆的浩达工程 平时无需人员管理 又节省电费 所以常被用在那些远离市区 人口稀少的乡村公路上 侯生涯从2003年开始 就是与这种太阳能路灯打交道 可以说 如何更好地利用太阳能 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不过多年下来 他却总有一个心愿 一直埋在心里 不能忘怀 中国几千年下来的这个勤泉汉瓦 这个很普遍 到处这个邻居屋顶上 到处盖的都是瓦 屋顶都是瓦 那么 如果这个瓦能发电 那该是多好的事情 让每家屋顶上的瓦 都能像太阳能路灯一样 可以自己发电 这个想法一产生 就让侯生涯兴奋起来 他找来各种各样 民间常用的瓦片进行研究发现 在中国 从古至今 大多数使用的都是带有弧线的半月形或波形的瓦片 它们的各种形状 体现了不同地域的特色 但是 太阳能板却是直线型的平板 虽然以前也曾有过很多人 想利用屋顶的面积发电 但是 它们通常的做法是 在原有的屋顶上 再铺上这种平板 这样做的代价就是 破坏了原有的建筑风格 那么 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够将太阳能板直接做成建筑用的瓦 取代传统的瓦片 铺到屋顶上呢 这个想法看似简单 但是 在真的实施起来时 却是困难重重 首先要选一种适合的瓦形 它既要有可以镶嵌太阳能板的平面 又要有能够体现传统风格的弧线 不过 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难到猴生月 很快它就设计出了一个满意的样子 但是 在接下来的烧制过程中 它却几乎要放弃了 要想让屋顶发电 就要把平直的太阳能板与传统的瓦片结合 这到底会有怎样的难度呢 请继续收看 走进科学 会发电的屋顶 看似一模一样的陶瓷瓦片 在烧制过程中的实际误差 会在两毫米以上 而太阳能板却要求误差 不能超过0.2毫米 为了将太阳能板镶嵌到设计好的瓦片中 猴生月只好用风胶来填补太阳能板与瓦片之间的缝隙 不过 烦恼还不仅仅限于这些 像所有的电器一样 太阳能板在工作时也是需要散热的 于是 猴生月在原本封闭的嵌槽中 不断尝试着尽量多开了一些孔 但是 这就更增加了瓦片烧制的难度 我也尝试了这个镂空烧制 镂空烧制结果烧制出来 全部变形开了 它的这个成品也只有20% 即使是这暂时保留下来的20% 也很有可能会像普通把那样 只有几年的寿命 而一般 对太阳能组建使用寿命的要求 至少要保证25年 这怎么才能实现呢 就在猴生月经历了两年多的失败后 一次偶然的外出考察 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 原来低于200度也可以做瓦 只是对材料配方要进行大幅度的改进 做瓦的思路改变了 猴生月对做瓦的材料配方进行了大胆的改进 另外 依据他自己的设计 请人特制了这种压筑设备 除此之外 他还把瓦上的散热孔也改成了彻底漏空 并把它们称为光伏瓦 相比最初的样子 现在的光伏瓦看上去确实要精致很多 而且 在批量制作的过程中 完全可以实现光伏产品的标准化运行 但是 能够做到将太阳能板与瓦片结合 只能说是让屋顶发电的这个梦想有了可能性 最终这些光伏瓦是要用到屋顶上 代替普通瓦做建筑材料的 看上去略显单薄的他们 真的能担此重任吗 带着疑惑 我们来到光伏瓦的生产车间 向亲眼看一下 他们到底能达到怎样的标准 巡视着光伏瓦的生产过程 我们感到 与其说 这里是建筑材料的生产车间 还不如说 更像是生产电子产品的流水线 在流水线的终端 我们终于见到了 即将铺到屋顶上的光伏瓦 只见它与普通瓦的外围结构 并没有多少变化 它的结构没有变 它还是原来的瓦的结构 所以瓦本身具备折风打雨的功能 我们这个是波形网 传统的波形网 跟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国内这种波形是很相似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地方 比传统波形的平面位置大 主要防水 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两个防水 就是要注意 正常雨水只要顺流下来 这个肯定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现在就是说我们房子就是说风 如果银风吹过来 雨水本身正要下流的 但是银风吹过来 水是往上走的实际上 所以这边我们看是有挡水槽 就稍微凸起这一点就够了 凸起一点 因为我凸起一点之后 我下面还有一瓶 这样的 我正好是把它搭起来 这样 这边搭起来 跟这边 跟这边正好搭起来 基本搭起来就这样 这样雨水就通过这样一个凹银面 它就不容易过去 另外有的时候横风 屋顶上会有横风 横风雨这样吹过来之后 我们这边是有冷 它是个自然敲起 一个敲起部分 它雨水到这边过来之后 倒一个槽 一个是这样顺下 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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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雨水到的 已经经过这个了是吗 对 这个被它遮住了嘛 这样嘛 这地方遮住了呀 雨水过来之后 雨水过来之后 到这边 是一个缝隙有可能会过来 对 因为它不可能 就是说我们这个瓦 不像高科技的 那么压得那么紧密 对 它会有过来的地方 但是过来之后 这边本身有个水槽 就等于是 从这儿过来以后 然后就到这个水槽 到这个水槽里边 水槽就剩下来 即使有一部分 被横风很大之后 再抬起一点 抬起一点它很难 用过这个位置 对不对 除非就是说像上次 肥它那么大 很严重的分 另外像我们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很小的 在这边能看到 一个很小的一个档水的 也是个档水的 对 一个小档 对 一个小档 为了查看大雨来临时 光斧瓦上的 这些细小的结构 是否会起到作用 我们为这些 用光斧瓦做的小瓶子 制造了一次人工降域 为了模拟实际生活中 会有的不同风向 我们也尽量 从不同的角度 把水喷向棚里 大雨过后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 水流在瓦面上 基本没有停留 很快就不怎么滴水了 而瓦的背面 则像实验前一样干燥 除了能够遮风挡雨 铺在屋顶上的瓦 还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力 可是光斧瓦看上去就很单薄 拿在手里更像是塑料制品 它与普通瓦相比 能兼注多大的力呢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看似单薄的光斧瓦 还要经受怎样的考验 才能扑到人们的屋顶上呢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 汇发电的屋顶 为了对比一下 我们找来了一种常用的普通瓦 它明显要沉一些 结实一些 闪东山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钢球 从撑凉的结果可以看出 钢球重一千多克 让我们先来看看普通瓦的表现会怎样呢 首先我们把钢球放到一瓦片五十厘米的高度 让它在不施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由落下 以保证每次试验时 砸到瓦上的力是相同的 松手 瓦片碎了 会不会是我们选的这个瓦片正好有瑕疵 影响了试验结果呢 于是我们又拿来一块重复钢材的试验 又碎了 那么在相同的条件下 光斧瓦会是什么结果呢 同样我们把钢球放到了五十厘米的高度 松手 瓦片没有破碎 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于是我们又将高度改为八十厘米 仍然没有破碎 看来光斧瓦要比普通瓦结实很多 这一点也被它的使用者证明了 泡它放上去 放下来不是很力气很大的 就有个洞 它们那个瓦片不会破 我们头的瓦就有了破 在爆竹的考验下 光斧瓦虽然没有破 但是看上去像塑料一样的它 万一遇到火情 怎么办呢 防火我们大概可以做个实验 我们直接把酒精撒在上面 死心丧 没事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山东山真的找来了一瓶酒精 交到光斧瓦上 并点上了火 火焰退去 瓦片确实安然无恙 不过作为户外用的瓦片 光斧瓦还要经受另一个考验 那就是吸水率 这是影响瓦片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光斧瓦的吸水率会有多低呢 我们仍然找了一块普通瓦来做对比实验 首先我们为它们分别称重 普通瓦3.534千克 光斧瓦2.763千克 这时我们把它们都放到同一个水箱里 开始计时 三个小时过去 它们会吸了多少水呢 首先我们取出光斧瓦擦去上面的水 2.764千克增加了一克 也就是说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瓦片吸收了一克水 接下来我们又取出了普通瓦 同样擦去上面的水 3.630千克 增加了96克 明显高于光斧瓦 而在对用户的采访中 我们还了解到另一个情况 这个一边装起来的地方 好像一点凉快一点就这样 凉快 对对对 这个很明显吗 有一点 是什么就是装瓦片的下面 对对对 由此看来侯生月真的实现了 让屋顶发电的梦想 但是既然光斧瓦已经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那为什么别的家庭没有效仿采用呢 而且即使是这家人的屋顶上 为什么也只是用了一小部分呢 瓦片很贵的呀 贵了很多吗 对 对于你来讲的话 你觉得承受不起 根本肯定是这样的 没这么股价肯定不会给 真的 我们老百姓就是大大混的 穿了多少钱 一年就两千来块一个月吧 现在的每平方米的价格 应该在一千两百到一千五百之间 全能瓦的价格呢 应该在两百到六百之间 嗯 两百到六百之间 也就是我们相当于全能瓦片的 五到六倍的价格 原来光斧瓦现在的成本还比较高 不过为了推广新能源的使用 加快机能减拍的速度 当地政府采取了一定的补贴政策 这使得更多的农户 相继开始尝试 这一新鲜事物 咱们村里其他的这个农户 对于这个瓦是什么看法 他们都喜欢 那不喜欢 不过全部装了呀 都能够接受呢 接受呢 这个便宜啊 价格不高 能够发电门 发一多电能够用两多电 说你发了好比一年 他们说一年有一千 三十多个平方有一千八百多电 我发 那你有三千六百多电好用 你用不还 你好比比方说你用了两千多 还有一千八百多电能打回 他会打回给 一个人打回给你 在账户上 这一带地区的话 这个光照是一个什么状况 这我们大太阳多 大太阳 我们这全部只有太阳多 一年很少的 我们这里去 一年四季都这样 一年四季都这样 一年有的 总的一年 一年一年 我上市里面 不知道 两个 一个多一点 一般多 一般多 新的天堂 不仅依靠政府的补贴政策 侯生月也在用各种办法 来尽量降低光复瓦的成本 这里是位于千岛湖附近的戴家村 我们看到一座座新建的灰派小楼 虽然用了大量的波形瓦 但是楼顶用的却是平板瓦 在这中间 光伏瓦就占据了大片面积 原来 有了制作波形光伏瓦的经验 制作平板的光伏瓦 就更容易实现了 相对来讲 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除此之外 在大规模生产以后 随着研发的不断深入 侯生月认为 成本还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下降了空间 而科技的发展 也会使太阳能板的价格 有降低的可能 同时 太阳能板的发电效率 则会进一步提高 到那时 人们使用光伏瓦 可能就会像人们 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一样普遍了 那么 光伏瓦除了能发电之外 它那特殊的外形 能被大家接受吗 肯定是喜欢他们的瓦 形状 是个形状 就好像很漂亮一样的 就这样 为了满足消费者 对美观的不同追求 侯生月还设计了一些 不同形状 不同颜色的瓦 但他知道 最重要的 还是要想办法 降低光伏瓦的成本 什么时候 老百姓真正能够用得起光伏瓦了 汇发电的屋顶才会大面积的推广 太阳能也才能真正成为主要的能源 大脑轨迹 走进科学 近期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